台湾我的女儿她在那边大学毕业 然后我们就过去了 然后就所以时间上就没有安排得到 所以如果我说很想念大家 你会觉得很漏马吗 是 主把我们放在一起 虽然我们不是很长时间时常在一起 但是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主的恩典 主赐给我们在教会里面 我们彼此的有一个的年节 好 各位如果按照我的这个的计划呢 就是你如果还记得我们是在启示录去教会的 这样的一个旅程当中 不知不觉我们已经走过了五个的教会 其实今天应该来到第六个教会 但是容许我就是在那边的暂停 所谓暂停不是说就没有了 是今天有一个的特别 让我带大家呢 就是暂时从土而起飞去另外一个国家 我们在另外一个国家呢 来再次经历神要给我们的一些的信息 好不好 好 我们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 我们在你面前 正如我们刚才所宣告的 只要我们奉耶稣的名聚会的时候 你就在我们当中 只要我们敬拜的时候 你就在我们当中 也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 主你就在我们当中 因此当我们心里面 发出我们自成 自高的一个敬拜和赞美的时候 愿主你得着你所有的荣耀 也当我们这些人在你面前 渴慕你 寻求你的时候 当你的荣光彰显 照耀在我们身上的时候 所有的暖落 所有的悲伤 所有的伤害 所有的黑暗 还有我们心中里面 最可想的 向主你来祈求的 就求主你来 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 一切的暖落 一切的伤痛 一切的眼泪 一切的身体的疾病 在主你的大能的荣耀里面 都要被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 所成就的这个救恩呢 来完全的除去 并且你把平安赐给我们 这个平安是没有一个人 能够夺去的 因此我们敬拜你 我们赞美你 我们也要奉你的名 打开圣经来聆听 主你在圣经里面 要向我们所说的话 赐给我们一颗柔软的心 赐给我们有一个聪明和智慧 有一个能够贴近你心肠的 一个的心 以至于我们不单止听 我们能够当个当中明白 我们不单止明白 我们恳求圣灵赐给我们能力 让我们在我们的信仰的生活里面 在我们的教会的生活里面 在我们每一天的日常的生活里面 不断地经历主 你是一个又真又活的上帝 我们感恩在你面前等候 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的 阿们 各位在四月多的时候 在我的教会 我的牧师呢 就为我还有我的太太呢 举行了一个的猜浅礼 这个猜浅礼呢 就是教会奉主的名呢 把我们夫妇猜去 这个独拜这个的地方 因为在那个 就是这个猜浅礼过后呢 我们有一个宣教的旅程 就在这个UAE和阿联酋里面 这个独拜这个城市 然后我们就非常的 心中非常的感动 心中非常的激动 心中非常的兴奋 为什么呢 因为当教会为我们举行 猜浅礼的时候 当牧师带领 众弟兄姐妹一起举起手 叫我们来到台前 在神的面前 他们为我们祝福 为我们祷告的时候 我就心中充满那种的感受 就是我跟我的太太 我们不是单单我们两个人 跑去这个的地方 做神的工作 而是带着教会整个的祝福 带着教会整个的这个的祷告 我们在前面 不管遇到什么的一个事情 我们心中都不惧怕 心中都大死 因为众弟兄姐妹呢 是用他们祷告的手 奉耶稣的名来拖住我们的 所以呢 我过后就是跟牧师说 我说牧师啊 这个实在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 我们不是做出来给人看的 而是按照圣经里面 同样的在当年 在使徒的时代 当他们把巴拿巴 当他们把使徒保罗 差遣出去的时候 他们同样是奉主的名 把他们差遣出去 我们是何等有福 我们是何等恩典 能够为主你来服事 就在这样的一个拆迁礼之后呢 然后我就回来了 就平安地回来 这一次的一个宣教的旅程 让我有很多很多的一个的反思 当然我们是一座宣教的工作 就是传福音嘛 就在这个旅程里面 我重新去思考 什么是福音 也就在这样的一个旅程里面 我重新去思考 什么是或者谁是 那个传福音的人 我重新再思考 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 我们是孤单吗 我们做宣教的工作 我们是孤单吗 原来一点也不孤单 我请大家打开圣经 罗马书第一章 第一节到第五节 第一节到第七节 对不起 请你打开圣经 这个是我今天晚上跟大家分享的 是奉主的名 让我们在当中呢 来去体会 保罗 这个主大大使用的 这样的一个传福音的人 他是怎么样来表达 刚才我所说的 谁是传福音的人 传福音的人 他有什么的特质 然后福音的内容是什么 然后传福音的人 他是孤单吗 他并不孤单 我们来看 罗马书第一章 第一节到第七节 各位顾名思义 罗马书呢 就是保罗写给罗马教会的一封的书信 当我们说是保罗所写的 当然在圣灵里面 我们圣信是圣灵感动他 圣灵引导他 以至于他为我们留下一卷呢 通常呢 这个罗马书都被许多许多历代的教会 历代的信徒 我们都认为呢 罗马书呢 是保罗的书信里面 是最最最重要的一卷的书 我不是说其他的书卷不重要 而是为什么这个罗马书这么重要呢 因为罗马书呢 在当中呢 讲明了我们复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核心 就是应信称义 应着相信耶稣 心里面相信 口里面承认 就可以了 然后呢 你就看 你看看的翻罗马书 他一共有十六章 保罗是用了很有系统 很有这个的逻辑 然后他引进据点呢 来证明 上帝 太派耶稣基督 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成就这个救恩 是给全部人 并且呢 只要我们心里面相信 口里面承认 我们都可以得到这个永生 好 所以让我们 在这个罗马书第一章 第一节到第七节 来开始 我读给大家听 耶稣基督的仆人 保罗 封造为使徒 特派传 上帝的福音 这福音是上帝从前 借终先知 在圣经上所应许的 论到他儿子 我主耶稣基督 按肉体说 是从大位后裔生的 按身上的灵说 应从十里复活 以大能显明是上帝的儿子 我们从他受了恩惠 并使徒的职份 在万国之中 教人为他的名 信服正道 其中也有你们这些 蒙造属耶稣基督的人 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 为上帝所爱 奉造作圣徒的众人 愿恩惠平安 从我们的父上帝 并主耶稣基督 归于你们 各位我们不要把圣经合起来 我们就让这个圣经 在我们的面前 我会带大家分三个部分 来看这一段的圣经 我们先从第一节来开始 这个一个复印使者的呼召 在保罗的书信里面 我们看罗马书 就是保罗在新月圣经里面 一个有十三封的书信 罗马书排在前面 然后就有哥林多前书 哥林多后书 加拉太书等等 一直到最后 最短的那一封信 叫做费里门书 当然它不是顺着时间 持续来排的 我的意思 不是保罗最先写成 罗马书 所以把它排在前面 于此类 不是 它是大概是按照 它比较长的放在前面 比较短的放在后面 好 这个是 以后我们有机会 上一些新月的课程的时候 我们来详细的讲 好 保罗的书信里面 它都会有这样的一个formular 这样的一个方程式 我们称为 它的新一开始的时候 有一个开场白的三部曲 就是在一开始的时候 一定会提到 是三样东西的 写信的是谁 受之封信的人是谁呢 然后它一定会有 愿恩惠平安等等 所以当我们来看 这个罗马书第一章 第一节 的时候呢 这个第一节 就是保罗在那边 称呼他自己了 我这个写信的人 我这个写信的人是谁呢 通常保罗写信 然后他在一开始 第一节那边 他怎么样称呼自己呢 跟那封信 接着下去的内容呢 时常有很密切的关系的 有时他会称呼自己是使徒 有时他会称呼自己 是仆人 耶稣基督的仆人 然后呢 你会发现在这边呢 他把这两者 就是仆人跟使徒呢 合在一起来称呼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我们去思想 耶稣基督的仆人 而且是保罗说 我是奉造做使徒的 我不是自己奉自己的 我也不是弟兄姐妹 因为爱我尊敬我 爱你去做使徒 不是的 他说呢 我做使徒呢 是封造的 是耶稣基督亲自的选招我 耶稣基督亲自把他的真理 启示给我 耶稣基督亲自的拆遣我出去 并且我是那个 看过耶稣基督 复活的那一个的见证人 因此能够成为使徒 当保罗这么来称呼自己的时候 他说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 我奉造做使徒 各位这里就指出了一个福音使者 他的生命里面两个很重要的特质 甚至是我说它是两个最重要的特质 第一个是仆人 第二个是使徒 但是当我们表面看的时候呢 仆人跟使徒仿佛 好像似乎格格不入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仆人 各位你知道什么是仆人吗 在圣经里面 特别是在这边 他说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 这个仆人不是工人 这个仆人不是外劳 这个仆人不是嘎嘎 这个仆人不是印尼工人 这里的仆人 他原来的意思奴隶 在当时罗马帝国里面 有三分之一个 三分之一的人是奴隶 意思是说我们三个人 坐在一起 其中一个就是奴隶 是一个很普遍 很普遍的现象 各位什么是奴隶啊 奴隶 你说今天的格格很很时常 有时候命运很不好 遇到坏的主人 印尼工人很辛苦 但是你知道 仆人或者是奴隶是怎么样的吗 在当时罗马帝国里面 原来在当时罗马帝国里面 奴隶不是人来的 奴隶是没有人权的 奴隶是属于他主人的一样东西 就是他主人要他做什么 他就必须要做什么 主人对他的生命 拥有完全的控制权 主人不喜欢啊 主人生气啊 主人不要他 除了说赶他走 赶他走是最仁慈的做法了 主人可以杀死他的 是不会犯杀人罪的 你说没有杀了人 还说没有犯人罪 因为他不是人来的 在当时的那种的 帝国的主义里面 情况就是这样 所以仆人或者奴隶呢 在当时是一个最卑贱 最卑贱的一样东西 我再强调 他不是人在当时 在帮保罗说 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 你知道他在表达什么吗 他是表达一种完全的顺服 他是表达一种完全的谦卑 是啊 这个的努力属于主人 主人要他做什么就做什么 而且这个努力在家中 在主人的这个的看管之下 他是要非常非常谦卑的 一个的服侍 服侍他的主人 服侍女主人 服侍主人的孩子 服侍 都是非常的谦卑 而使徒是什么各位 使徒正如刚才我所说的 一个简单但是重要的定义 是耶稣亲自选招 耶稣亲自启示他 耶稣亲自拆遣他 而且他必须要看过 耶稣基督复活的 哇 是一个非常非常尊贵的 一个的身份 他是在新约时代里面 最尊贵的一个 侍奉的一个的职份 因为是耶稣基督亲自拆遣的 Apost 拆遣 他是代表了耶稣 然后呢 就在这样的一个拆遣里面 耶稣透过圣灵 浇灌在这个使徒的身上 让他有勇气 让他能够有远见 让他能够在世界不同的地方 奉主的名传福音建立教会 这个是使徒 所以当我花了这样的一个时间 来讲 当时仆人是什么 当时使徒是什么的时候 你就会同意我 刚才所说的 这两个 一个是最低 一个是最高 他怎么样融合在 一个传福音的人的生命里面呢 换句话说 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 一方面我们是带着尊荣 我们不是因为自己 我们带着尊荣是因为 耶稣基督在背后差遣我们 另外一方面呢 当我们去到人群中的时候 让我们带着仆人的那种的谦卑 让我们带着仆人那种服侍人的 耶稣说 我来不是要受别人服侍 我来是要服侍人 更何况我们被他拆遣呢 但是容许我在这边 来强调一下 今天我们没有使徒这个的title 但是我们有使徒 这样的一个的功能 在教会里面 好 无论是使徒 无论是仆人 一个最高 一个最低呢 他怎么样融合在 一个传福音的人的生命里面呢 他是根子在一个很清楚 很清楚 一个很久坚定的 一个的心智上面的 这份心智呢 就是源自于主耶稣的护照 对保罗来说 保罗来说 保罗说 这耶稣基督亲自护照我的 我奉照为使徒 特派 特派就是special 不是打扎的 不是没有东西做 来哪里去做 是特派去做什么呢 做这样东西 传神的福音 传上帝的福音 我相信当保罗这样想的时候 他一定回想起当年 他是怎么样 beer教会 他是怎么样 心里面火了 他以为 他是为上帝 大发的心 他拿了permit 到处去 beer教会 到处去抓拿基督徒 就在他前往 这个大马斯路上的时候 耶稣显现了 复活的耶稣向他显现 整个把他扭转 以至于这个以前 并不教会的 后来成为耶稣所拆派 成为向外邦人 就是向非犹太人 传福音的使徒 成为一个 神非常重用的 一个的使徒 也成为我们今天 我们所读的 保罗书信的 这个的作者 这一个非常坚定 恒久的一个的心智 各位 这一个来自耶稣基督的 护照 当时他护照那个保罗 他说保罗 保罗 你为什么 避不我 天上有大光照着他 他就立刻不倒了 眼睛也忙了 后来主 使用另外一个的弟兄 行的神迹 把这个 他的眼睛 重新议好 后来保罗 就成为 一个 转转 为主而活的 所以大家说 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 他的意思就是 我的命 是耶稣的 耶稣要我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 因此我们 不难去理解 保罗说 无论是生是死 总叫基督 在我身上显当 我们也不难理解 为什么保罗 在他的书信里面 他说 现在活着的 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 在我里面活着 耶稣基督 是他的主 当然当他这样的 把自己的生命 献上的时候 产生怎么样的一个效果 产生怎么样的一个后果呢 非常简单的 带大家走一走 在使徒行传 第十三章 开始记载 神灵 拆拍 巴拿巴 保罗 然后 从此 就开始了 保罗三次 结果累累的 一个宣教的旅程 就是向着 外邦人的世界 去 因为之前 都是在 耶路撒冷 都是在犹太人当中 彼得 约翰 这些主的门徒 现在那主 特特 到了保罗 向着外邦人的世界 去 你看到的这个地图 当然当中 我们比较熟悉的是 耶路撒冷 在这边 就是保罗 从耶路撒冷 要往这个大马 是路上的时候 就是遇见了耶稣 好 不重复了 而那个 使徒行传里面 记载保罗 三次的 宣教的旅程 我们来看一看 保罗走过的范围 这里是 这个罗马帝国的 一个的范围 这个罗马 就是罗马城 罗马帝国的首都 好 第一次宣教旅程 地图上看起来不大 但是要记得 在当时是走路 当时没有坐车 当时没有飞机 当时是靠走路 以后有机会 我带大家来看 保罗在这一次的时候 他走过的路是怎样的 要翻山越岭 总之是那些高山是有雪的 去年我带一帮弟兄姐妹 亲自去的时候 我们真是非常惊讶 或者心里面也非常激动 保罗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的性质 以至于他可以克服这些困难 这个是第一次 第二次和第三次 更广了 从这个的亚洲 今天我们称为土耳其 叙利亚这些的地方呢 就去到了欧洲 今天的欧洲 就是当时的马其顿 亚盖亚 就是这些我们圣经里面熟悉的 菲律比亚 帖萨罗里加 雅典 哥林多 这些的地方 第二次和第三次 然后还有 在使徒行传 最后那几章 保罗呢 像一个囚犯这样 被押送去到的罗马 神是以这样的方式 把他带到罗马去 使徒行传 最后的时候说 保罗好像是不自由 在戒囊里面 但是他还是能够 自由地传福音 这个是福音的奥妙 不自由当中 人的限制当中 但是这些限制 没有限制到 福音的大人 这个就是他去到罗马 你就看看 当这个的福音的使者 回应了那个的护照 恒久坚定的信质 带出来的一个的国效 他付上了什么代价呢 我的一个学生 所以我把他的名字放在那边 拿别人的东西 不要赞为己有 他的名字放在那边 他做了一个的研究和统计 这个不是随便猜的 这个真的是做研究的 然后得出这样的一个的 给我们一个的 picture 第一次宣教 走过了多少公里的路 第二次多少 第三次 然后最后去罗马 大家都看到我就不重复了 一目了然 然后在那十多年里面 在十多年里面 保罗的宣教 总共走了 一万六千三百公里 我在说是走路啊 当然有时是 一些旅程是坐船 无论是坐船 无论走路 都是非常的危险 在当时 跨越了罗马帝国的 十五个省份 今天我们无心之闻 我们传福音 我们到底传给了多少人 我们到底有没有在 我们自己的家庭 我们的职场 我们的学校 来为主 而来见证 耶稣基督 这个的福音 当然我们不能像保罗 这么的伟大 他是神特别拣选的 但是神 给我们的恩赐 一千 两千 五千 一千的用一千 做小事情 没关系 两千的做两千 五千的 如果你做四千九百九十九 你说啊 我总之都比 那个一千两千的多 主会称赞 这个一千两千的 主会值背 这个四千九百九十九 保罗付上了什么代价 这个是在 哥林东后书 第十一章二十三节 那边开始 把一段的经文 抽出来 保罗在那边 透露了 他传福音 十多二十年的 一些的经历 而且当中 这些的经历 在保罗书信里面 是唯一一次 出现在这边 而且这些经历 连他的好朋友 这个路加医生 也不知道全部的 好 使徒行传 是他的好朋友 路加医生所写的 路加医生 当然在使徒行传里面 有记载到保罗 遭受到的一些的 必复啊 苦难啊 因为复印的缘故 但是没有这刻 这么的完全 如果保罗不说 不单止我们今天不知道 连他的好朋友都不知道 是啊 各位今天我们服事 很多时候看到我们表面很风光 哎呀 里面这些 你不知道而已 因为很多东西 不方便跟大家讲 但是我们是高主刚强 正如保罗 靠主刚强 你看一看 你看一看 一个侍奉上帝的人 不是一帆风顺 不是升官发财 而是什么呢 看一下 我比他们多受劳苦 多下见老 受鞭打是过重的 冒死是屡次有的 被犹太人鞭打五次 每次事实减去一下 被棍打三次 被石头打一次 一座传坏三次 一周一夜在深海里 又屡次行远路 遭江河的危险 盗贼的危险 同株的危险 外邦人的危险 城里的危险 旷野的危险 海中的危险 假弟兄的危险 受劳碌 受困苦 多次不得睡 又饥又渴 多次不得食 受寒冷 测身肉体 难以想象 难以想象 这些还不关 还不是太过的重要 或者是 还不是最痛苦的 是啊 到处都危险 哪里都危险 然后又被棍打过 等等 但是这些都是皮外 这是皮肉之苦 保罗还说什么呢 还有为宗教会挂心的事 好像大石头这样 天天压在我的身上 土人 耶稣基督的土人 然后 风照做使徒 特派传神福音的来 付出这样的代价 我们这次去独拜 就认识了这位的 就是那边的 主要的负责人 施牧师 我之前完全不认识他 他也完全不认识我 是马来西亚一个的牧师 把我推荐给他 然后我们 然后就是 还在机场里面 拍了第一张的 这张的照片 就是 这张的照片 你也看到我 其实也非常勉强 因为很累了 坐飞机 你猜他几岁 七十多岁 很年载是吗 我觉得 我觉得 我男生都觉得 他 七十多岁 四十多年 跟他的师母 在不同的地方 宣教 所谓宣教 就是去到 没有教会的地方 开教会 然后后来 他就比较集中 在中东 这一带 然后他也有建立了一些教会 在巴西 然后就跟着 就是跟师母 然后就在这样 开了一间教会 又一间教会 开了一间教会 又一间教会 各位 我这一次的旅程里面 认识了他 我正在他的身上 看到 使徒 跟 仆人的 两种的赤子 怎么样完美地 结合在一个 传福音的人 的身上 我在那边 他都是 做我们的司机 然后 每次都是很准时的 讲好几点 不单止准时 他会提早到 然后做我们的司机 做我们的保姆 怕我们吃不饱 把我们照顾得 无为不知 一个老人家 我的长辈 却好像 这样来 算是来服侍我们 然后做我们的 cameraman 等等这些的东西 然后是非常 非常谦卑的 一个人 什么原因能够死到一个人 义无反顾 一生无悔 不回头的 做这个宣教的工作呢 直到 我在那边服侍 十天啊 都开始 后来都越来越累了 这个的 老人家 每天见到他 都是非常精神饱满 每次见到他 讲话是非常的积极 每次见到他呢 都是在 说哪里还有机会传福音 哪里还有中国人聚集的地方 我们可以去 都是充满 充满 这个传福音的心智 感谢神 让我认识他 刚才我说 什么原因能够死到一个人 一生无悔 的去传福音呢 就是一个直入 心里面 一个非常清晰 真实的 来自主的护照 以至于当保罗 他想回那一次 从耶路撒冷要上大马寺 路上遇见耶稣 那件事情的时候 就是嘱咐到他的时候 后来过了二十多年 二十多年 他因为传福音的缘故 当然也被抓 被挂接了几次了 其中一次 就是在 使徒行传 二十六章 差不多最后了 他在这个 亚迪帕王的面前 被审问 亚迪帕王是谁啊 我们有一点陌生啊 但是我讲给大家听 这个亚迪帕王的公公是谁啊 就是他的爷爷是谁 你就哦 他的公公就是叙利王 叙利王就是那个 耶稣降生的时候 把伯利盒里面 两岁以下的孩子 男孩子都杀死的那一个 他的孙啊 当保罗在他面前 被审问的时候 哇 他这个亚迪帕王 威风凝凝 把保罗带出来 就在 保罗就在他面前 被他审问 保罗讲了一句话 各位这句话也是 我一直放在我的心头里面 成为我这些年的 一个的提醒 保罗当然讲了一篇 然后等等 最后他讲什么 他说 阿基伯王啊 我故此 没有违背 那从天上来的异象 这个异象是二十多年前 二十多年后 他说 我没有违背 那从天上来的异象 各位 让我们跟着 主的呼召 走 第二部分 我们来看第二节到第四节 刚才我们说了 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呢 有这个一开始 有这个三部曲的 写信人 收信人 然后温安 恩惠平安 我们用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就是语福所书 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 你就看 你看 我特别用红色 来highlight 写信的人 收信的人 还有这个的温安 封神旨意 做基督耶稣 使徒的保罗 写信给乙福所的圣徒 就是在基督耶稣里面 有忠信的人 愿恩惠平安 从神我们的父 和主耶稣基督 归于你们 非常简单 写信的人 收信的人 和温安 你再看回 我们罗马书第一章 第一节到第七节 我们会发现 我们会发现 你看第一节是这么 耶稣基督的仆人 保罗奉召为使徒 特拜传神的福音 如果按照 那个最简单的格式 我写信给你们 在罗马的圣徒 愿恩惠平安 归于你们 如果按照 他的喜欢 但是你就看到 在这个罗马书里面 当他讲完 我 就是这个写信的人 保罗 然后他讲到 是特拜传福音的 他就继续讲 什么是福音 他没有 立刻就跳去 各位 所以为什么 我要大家把圣经打开 各位 如果你把这个第二节 到第六节抽出来 就是 这个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 读完了 直接读第七节 就是这个最简单的格式 他写信能 受信能 但是为什么 他中间 加插了这一个一段话 是不寻常的 原来 他就是 一开始 就是要告诉我们 什么是福音 因此他说 接着下来第二节 他说 这福音 就是什么 所以我们来思考一下 保罗所传的福音 是怎么样的福音 按照这个第二节 到第四节 福音的内容是什么呢 至少有三部分 第一呢 他说 这个福音是神 从前 接着中先制 不是一个 很多个 中先制 在圣经上 所应许的 什么是应许 应许就是 我答应了一个东西 然后 过后 我就做到 应许 哎呀 我们这些做爸爸的 最担心 孩子的 哎呀 爸爸你是没有信用的人 你promise我 你没有做到 哎呀 我们真的是 非常的伤心 在这边 我们看到 他说 这个福音呢 是神从前 这些中先制 在圣经上 所应许的 应许了 成就了吗 成就了 用什么来成就呢 按照保罗的 那个表达 耶稣基督 是那个 福活 那个大能 大力 按照什么来成就呢 按照神的心识啊 神的心识就是 神说 我讲到 我就做到 各位 当我们知道 福音 是以神 用他的大能 还有神 用他的信实 来成就的 今天我们对福音 还有什么怀疑呢 第二 这个内容 福音的内容 第二部分 他说 论到他的儿子 我主耶稣基督 按肉体说 是从大卫的后裔生的 这里表达什么呢 这里表达我们 传福音的 那个的 中心人物啊 这个耶稣啊 这个耶稣呢 他不是一个 虚构的 宗教神话人物 他不是我们 这些的基督徒 自己说 自己说 当然你们讲了 讲到耶稣 几威风 讲到耶稣 几厉害 你们自己讲的吗 你有什么证据 各位他这边就说 按肉体说 他的意思是说 你如果要证据 可以去查 可以去查呢 是谁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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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宗不止十八代 在我们的信约圣经里面 在福音书里面 有两卷的福音书 把耶稣的家谱列出来 耶稣的家谱列出来 就是谁生谁 谁生谁 然后谁生的耶稣 一个是在马太福音 一个是在路加福音 路加福音是说 耶稣是谁的儿子 这个是谁的儿子 这个是谁的儿子 各位 当当时的 这些福音书的桌子 把耶稣的这些教谱 摆出来 当一摆出来 是几千万个眼睛 瞪住看的 一点点错 人家立刻 就可以把它指出来 各位你试一下 在你的Facebook里面 写一个 稍微有一点错的东西 然后把它set成Open 看看 立刻有人来指证 当时当时 马太福音 路加福音 很勇敢地就把 耶稣的家谱列出来 你可以追查 他不是虚构的 他不是创造出来 骗人的 他是能够找得出 这个是历史上 确确实实出现过的一个 然后第三方面呢 是按照圣山的灵说是从死里复活 以大人显明是神的儿子 这个就是我们福音里面的最高峰了 去到一个的最高峰 主耶稣是从死里复活的 保罗在哥林前书那边说 如果耶稣是没有复活的 他跟其他的人是没有两样的 但是正因为他从死里复活 以此证明他是神的儿子 以此证明死亡跟罪恶 是可以被胜过的 也以此证明当他胜过之后呢 他可以用他的大能 把这个永生 这个的救恩 是给凡愿意相信他的 所以你看 耶稣基督复活之后 他显现 他召集门徒的时候 马太福音 最后那边 耶稣讲什么呢 耶稣说 天上地下 所有的全命 对吗 你很熟悉 这节经文 天上地下 所有的全命 都赐给我了 因为我是从死里复活的 所以你们要去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因此呢 当彼得 这个当耶稣被抓的时候 三次不认主的彼得 之前吃晚餐的时候 还派着凶堂 哇 即使你被抓 即使你下劫 然后我都 即使你死啊 我都可以跟你同死 真的发生了 自己跑掉了 然后三个 三次不认主 但是后来圣灵降临 重新的更新保罗 然后保罗就按着 耶稣所给的应许 天上地下 所有的全命 都赐给了 这个符合的耶稣的时候 这个本来 很胆小的彼得 他赶赶在那些高官 赶赶在长老 就是老百姓当中 得高望重的那些的人 赶赶在文士跟大祭司 这些宗教的领袖 面前讲了什么话呢 使徒行传第四章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句话 他讲什么呢 除他以外 就是除耶稣以外 天下人间呢 没有吃下别的名 我们可以靠着 这是来自那个说 天上地下所有全命 都赐给他的耶稣 所以各位 不应食者 他们就是 这么单纯的 就是带着这个 耶稣宣告 天上地下所有的全命 然后这个符合的主 选招了我 选招了你 然后呢 差遣不同的人 去不同的地方 到世界不同的角落 按照耶稣 在使徒行传第一章 第八节所讲的 直到地极 去传这个 除他以外 别无拯救的信息 我跟我的太太 她叫Annie 我们第一次去独拜 我们是 Gatat-Di-Bawa 等不容的吗 没有这么多的见识 第一次去独拜 这个的中东的国家 他在这个伊朗的南面 就是隔了一个小小的海峡 我们站在海边 天气比较晴朗 大概都可以 看得到对面的 这个的伊朗 就在我们出发前 的一个星期 伊朗飞了两个火箭弹 飞去以色列 大家都很担心 我的姐姐 关心我的一些弟兄姐妹 牧师们 你们去那边 等一下 那边以色列 又飞两个飞弹去伊朗 不小心 骗了一点点 就打中你了 这个 Dubai 或者Dubai 是UAE 一个人口最多 然后最繁荣 最富有的 一个的地方 它是整个中东的地区 金融跟经济的 一个的中心 非常的富有的 一个的地方 一个的城市 这个是在市中心 我第一次 然后牧师在这 准备你的相机 准备你的手机 你即将会看到 一幅的奇景 就是在Highway 就在两边 有很多很多的摩天高楼 而且每一栋都非常有特色的 因为是沙漠平原 所以可以 我看得很远 然后呢 这个Dubai 它的地标是什么呢 它的地标就是 那个的阿里巴塔 这个阿里巴塔是世界上最高的建筑物 它有多少呢 我当然不记得 它有828米这么高 我们的Twin Tower 有多高呢 我们的Twin Tower呢 我查了一下 有451.9米 哇 差不多矮了一半了 现在我们的这个Merteka 118 是678米 但是这个是800多米 所以呢 远远都看到了 几乎在地标 哪一个角落都看到了 哇 高高 然后第二个地标是什么呢 第二地标是这个 帆船酒店 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七星级的酒店 有一个年轻人 有一天我跟我的太太 就是做完 服侍完了 晚上 就是 就在 这边 然后三步走 突然间有人认出 哎 吴医生 谁 原来是教会的 就是我们去服侍的 那个教会的一个 姐妹 年轻人在那边打工的 他说哎呀 你们第一次来Dubai 应该要去这个 帆船酒店去吃一个High Tea 我们大概就 哪里 他说 应该很贵吧 这个七星级酒店的High Tea 他说不贵啦 美金一个人200块而已吗 我算算一下 900多块 马币 他说不贵啦 200块马币 你喝三杯咖啡都值回了 我说我什么咖啡 喝三杯就900多块 他说那个咖啡 这是上金泡 这是那个金的薄片 在里面的 坦白说 各位坦白说 真的 就算你请我 我也不去 我们还不是那个level的人 我们这些是偶尔喝一杯Starbuck 已经非常高兴了 所以你请我喝Starbuck 我谢谢你 我会接受 各位我要突出的就是 迪拜呢 是阿拉伯人 他们用金钱 用石油赚回来的钱 在沙漠当中 创造不可能 然后把不可能当中创造出来 是属于阿拉伯人的一个的骄傲 我亲眼看到 也因为是经济和金融中心呢 就吸引了世界隔地的人 在那边追求财富 好生活 它是一个真正多元 种族多元宗教 多元文化的中心 师牧师告诉我 至少有170个国家的人呢 在那边生活 而且迪拜呢 也是中东区呢 最多中国人聚集的地方 我所谓的中国人 就是从中国大陆过去 找生活 做生意 等等的地方 不包括游客 单单在那边 长期定居的中国人呢 就有35万人 而且很多都是一家大小 从带着他们离开中国 在那个的地方 这个是我们 服事的其中两间教会的 一些的情况 都是中国人 这些是另外一些 我们在独拜 最主要的服事呢 就是在当地中国人的群体 然后呢 就是教会 然后小组 师牧师就按照 不同的小组的情况 他们的需要 就安排我去不同的小组 然后不同的教会 去分享 有妈妈小组啊 后来我看到妈妈小组 我就让我的太太去 带夫妻小组啊 然后青年小组啊 或者是核心领袖 教会核心领袖的小组 老人家的热灵的小组啊 还有呢 两次哈 在那边有一个 刚刚开始的一个神学院 在那边来教课 然后有一天呢 原本我们要去距离 两个多小时啊 至少是160多公里 另外一个大城市 叫做阿布达比的 阿布达比其实就是 UAE的首都 但是呢 之前一天呢 就说天气预测会下雨 下雨呢 会争水哈 所以呢 就后来就 为了安全的缘故 就没有去了 但是就用Zoom 来给他们 这个的小组呢 是叫做专业小组 有做专业呢 是你这几个人里面 除了牧师 其他都是大学教授 跟博士生 好 哇 天气预测 说要下大雨 然后呢 学校宣布停课 明天不上课 因为要下雨怕会震水哈 然后呢 工厂全部都停 然后哇 就开始很紧张 然后政府就把很多那些抽水的那些大卡车啊 都停在路边 我们也很紧张哈 哇到底 因为之前要飞之前 又也是下大雨 连机场都 都淹水嘛 大家还记得嘛 后来真的下 真的下我们就在我们住的地方 看 看看 下下下 各位 对于我们马来西亚来说 那种雨是 那种雨是 OK 不能算是小雨 但是也不算大雨 但是他们如临大敌 因为很少下雨 所以 等等 但是无论如何 就没有去了啊 用zoom来给他们 一个的学习 这个是 一小段的哈 十多秒钟的 声音有吗 再来哈 还不要这么急着去得着 先行个礼 先跟神建议一个健康 这些都是神学生 尾声 然后与神同行 一个圣洁的 一个生活 我们才可以 跟做这一番祭司 去把那个业力歌声来到 而且来到第六 好 Dubai天气很热啊 原来还有比马来西亚热的地方 而且它那种热是很干的热 真的像烤炉这样 早上啊 七点多八点走在这边 要去吃早餐 哇 就热的 很热啊 衣服干洗完了 去外面 真的半个小时干到透 Dubai很热 所以我们在那边呢 也因为时常要奔波等等 就蛮辛苦的 但是感谢神 真的 耶稣做见证 做真人 我们侍奉得非常的喜乐 然后回国之前 就在Dubai的机场那边 我就跟我的太太说 我说 哎呀 都还没有上飞机 已经开始想念这边的人了 后来我们回来之后 师牧师发了这个信息给我 他说 你们来之前 我们这边淹水啊 下雨啊 机场也淹水 然后呢 你们来了 然后你们走了 哇 就发生大风 那个的 大风沙 还有从沙漠那边吹来的 那个滚滚的热浪啊 哎 是真不关我们的事情啊 就是 神保守我们 当我们做神的工作的时候 神有特别的一个的恩典 跟保守 好 最后 我们来看最后的一段 第五节到第七节 是啊 仆人 使徒 就塑造了一个传福音的人 但是 他要怎么样的一个传承呢 他要怎么样的一个 把这个福音的帮子 交给 神 其他神所呼召的人呢 请我们来看第五节 这个第五节呢 我们从他受了恩惠 并使徒的责分 在万国当中 万国就是当时的罗马帝国 叫人 为他的名 幸福正道 当中第六节 也有你们这些 蒙造属 耶稣基督的人 当中你们这些人 指的就是这些 罗马的信徒 各位 在罗马城 信耶稣容易吗 在罗马城 罗马城就是 罗马皇帝 住的地方了 天子脚下 而且当时 教会跟罗马争权 存在一个 很大的一个的张力 什么张力呢 凯撒是主 还是耶稣基督是主 所谓凯撒 就是罗马皇帝 大家都感恩了 宣告罗马皇帝是主 你们这般的基督徒 却说只有一个主 是耶稣 而且耶稣还要再来 做万王之王 万祖之主 你看 听在罗马争权 罗马皇帝的耳中 这个是一个 造反的死罪来的 所以在罗马城 做基督徒容易吗 很难啊 那个是天子脚下 但是当我们看的时候 在罗马书里面 实际上的关系 我们不能够 去读那个的经文了 在罗马书第十六章那边 提到至少有五间的 家庭教会 在罗马城 其中也有你们这些 为祂的名 信服真道的 有这些你们蒙造 属耶稣基督的人 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 被神所爱 封造作圣徒的 宗帝兄 各位 宣告的路 是孤单的路吗 很多时候宣告的路 是孤单的路 为什么孤单呢 因为神特的选招 就好像神怎么样选招 保罗 神怎么样选招 历世历代里面 那些的福音的使者 因为是神特的选招 神给他特别的意向 神给他特别的感动 他站的高 他看的远 他的心广 他想要为神 做很大的事情 但是别人没有感动啊 别人没有感动的时候 他就孤单了 总之很多时候 是别人没有感动 但是反而破人水啊 反而 逼拨他啊 反而是 毁谤他啊 破坏他 这个就是 宣告一个孤单的路 当然在教会的事故里面 也可能会这样 但是他们就是要封神的名 要封耶稣的名呢 他们要为神做更大 更有果效的事情 以至于推动他们 去走这一个的孤单的路 但是 就像旧约的以利亚 他说 我为耶和华大发热心 现在只剩下我一个罢了 上帝说 是 你很劳碌啦 你好好休息 在我的保护里面 你休息 其实我也告诉你啊 以利亚 不是只剩下你一个啊 我留下七千个啊 还有七千个 你的同伴 是没有归拜偶像 我们回到保罗 保罗孤单啊 很多时候保罗孤单 但是感谢神 神也有恩典 也有怜悯 神也眷顾保罗 保罗有很多好朋友 有很多好同工 同样的 我们也在 这个刚才提到的 第十六章那边 很多人的名字出现了 在这边举几个 比如说他提到菲比 他说菲比帮助了我 帮助了宗教会 也帮助了我 菲比是一个姐妹 在当时姐妹 成为教会的女执事 是很不寻常的 她是保罗的同工 保罗说有这个 支队的夫妇 亚基拉百基拉 保罗说呢 他们为我的命 连头伸出去 给人砍掉都可以的 意思是说什么呢 意思是说 他为了我保罗 他们愿意 把命都舍掉的 各位 如果我们一生人当中 有这种的自己 有这种可以 出生入死的同工 真的是太好了 保罗说还有这个 安多尼谷和尤尼亚 他说跟我一起坐过牢的 尔巴奴 跟我同工的 还有这个老人家 如佛的母亲 他说就是我的母亲 当然不是肉身的母亲 就是这个老人家 老姐妹 很疼爱 很关心 很照顾 保罗好像母亲一样 照顾 保罗的工作的传承 在迪拜我也认识了 这个师牧师 他的一切的同工 我看到他们的 一个的配搭 是非常非常的环美 一个的师牧师 师牧师的 一个的同工赵牧师 这一位 四十多岁 带着一家人 太太三个孩子 来到独拜 他的妈妈 因为复印的缘故 在他的本国 被抓 做监牢 但是儿子 继续慢慢地 建交的使命 非常感动 听他们的见证 时间的关系 无法多详细地讲 这一位 是跨国大公司 派去迪拜的 第二把交语 跨国大公司的 第二把交语 每年赚多少钱 我都不好意思问 放下工作 放下这么好的生活 做传道人 出钱出力 创办的那个神学院 就是刚才我 在那边教书的 那个神学院 然后呢 把一间教会 从十多人 现在是 一百五十 一百八十人的 教会 神还不断地 祝福他 Covid的时候 他告诉我 那边也是 所谓的风 就是时常收到电话 这边有谁 有谁 没有饭吃 他们就是带着几个弟兄 把人 丢进来 教会 好 这一位 牧师夫妇 我们通过 Zoom 但是心里面 很轻易感受到 他们为主做工的 那种喜乐 那种满足 这一位 一对夫妇 韩国的宣教师 在那边 长期的宣教师 他在这一次的 主的崇拜里面 封主里面说 我们要开 一千间的教会 在中东这一场地 一千间 但是各位 在耶和华 岂有难成的事呢 那我们赶赶 为神 发梦 但是神就把 祂的应许 只见在我们 我最后要提的 是这一个小组 各位 你参加过的聚会 最迟是几点 这个小组 晚上 11点 开始小组 你说做什么 这样的 这些年轻人 都是教会里面 核心的同工 但是他们同样 也要过于生活打拼 他们也是 有工作 他们有些开店 有些是做工厂的 只有工作完了 都是好了 然后来这个地方 11点聚会 各位 我们工作一整天 还参加小组 回家睡觉 回家休息 他们来 因为他们为教会 有那个心 非常感动 在那边 跟他们分享 这些的同工 还有一些的短期的宣教师 还有一些的 长期的宣教师 就在 独拜 这个地方 我们感谢神 最后 他们有什么需要呢 他们需要圣经教师 因为有一个神学院 刚刚开始 他们需要 带职的 事奉的人 就是你有工作的 但是你去那边 然后带着主的 画带着 耶稣的生命 然后去到那边 勉励那些的 当地的信徒领袖 因为大部分都是工作 你说 牧师不重要 当然重要 但是牧师就跟我们说 你们来跟他们讲 比我们讲十句更好 因为他们可以看到 原来做工的人 带职的人 也可以侍奉神 然后你们 勉励他们 我们就 你们走了 我们就训练他们 彼此的配搭 感谢神 然后第三 短圈队来 但短圈队来 这些很忙碌 每一天 你看小组 从早上 不同的小组 到晚上十一点的小组 牧师们 是非常 转到人 是非常的累 如果短圈队来 他们就可以稍微的 休息一下 我们一起 在主的国度里面 同工 最后呢 当然希望 有宣教的同路人 牧师说 你下次再来 一定要再来 总之呢 我想把你 派到去巴西那边 去府市 我也是没有去过巴西 地球的另外一面 我快快地拿起手机 搜索一下 从马来西 基隆坡 KL IFA 去巴西 Sant Paulo 机票是多少钱 我随便放一个热旗 我也不知道是 Pick Season 还是Low Season 9000多块 如果跟太太一起去 不是要 接近2万块 我也不好意思 但是我太太就问 她说 牧师值得吗 值得吗 她就回答 她说 在宣教工厂里面 我们考虑的 不是值不值得 而是需不需要 哎呀 感谢神 我虽然参与 宣教很多个不同的 但是呢 这句话呢 再一次提醒我 我们时常看 我们手中有的 我够不够钱 我们的家企够不够 她是说 我们不看值不值得 哪里有需要 我们就派最适合的人去 主必预备 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谢谢大家的时间 有机会跟大家分享 这一次的一个的感动 和一个的经历 然后呢 让我们一起跟着 主的护照主 我们一起祷告 祷告的时候 我请敬拜赞美的团队上来 然后我们也祷告 我们听到了 福音的这样的一个大能 福音呢 就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里面 后来呢 他就讲了 他宣告了 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 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要就一切相信的 各位如果你要 你还没有决定要信耶稣的 你还在犹豫不决的 各位如果你今天要信这个耶稣 等一下你可以出来 我们为你祷告 官长老会为你祷告 我们要祝福你 如果这个福音是 那个天上地下 所有权柄都赐给他的 这个福活的主耶稣 所带给我们的 因此如果我们心中有难处 我们心中有痛苦 我们身体有软弱的 请你凭着单纯的信心 来到主的面前 主要透过他的苦人 主要透过他所选招的人 来为你祷告 各位当我们称颂 这个福音的大能的时候 你说主啊 我也要在你的国度里面 我要在这个传福音的世上 我要有一份 我要参与传福音 我要参与教会的福事 我要做一个见证主福 你也出来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领受恩赐 我们一起领受主的复杂 我们也请关长老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